路虎卫士电动踏板安装教程 侧裙底部卡扣撬下 下底板前部卡扣撬下 底护板螺丝拧下卸下底护板 原车下底板如图位置进行切割 如图用蓝色新护板上的孔位 在原车护板上进行标记 在下挡板标记的位置处钻孔 用锚钉垫片将新护板安装在原车护板上 原车护板如图进行切割 用新护板上的孔位在原车护板上进行标记 在原车护板标记孔位处钻孔 用锚钉垫片进行安装 后备箱底板拿掉后 左侧原车插头与踏板线数对插 复极对接原车复极 电击插头从车内穿入 底盘下拉出 将原车车轮煤 将原车轮煤侧勤开下 取下卡扣 踏板对准孔位 拧上固定螺丝 底部电击支架用螺丝固定 右侧支架一个孔位 左侧支架两个孔位 切线测试 无任何问题后 拧紧所有螺丝 如图位置 按照导线进行切割 侧裙内部装上卡扣 安装侧裙扣紧 安装原车侧裙 包脚扣紧 对接插头后 整理线数至侧裙内 安装底护板 拧上对应螺丝 侧裙底部固定卡扣扣上 前护板卡扣扣上 路虎卫士电动踏板安装完成 安装前护安装